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载着千万吨煤块跑 在我国有这样一列运煤车 可以说它创造了这个时代的奇迹 这列火车就是大秦铁路的煤炭专列 55001次试验列车 是我国最长的一列火车 大秦铁路骑于山西省大同市 指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纵贯了山西 河北 北京 天津 全长653千米 是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之一 这趟煤炭专列正是在这条线上 发挥出了它所有的潜能 错过火车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列车车厢最长不过是六节 但55001次试验列车 却拥有着320节车厢 四个牵引车头 总长度达到了3971米 行驶在大秦铁路上 就像一条黑色大马 蜿蜒前行 甚是壮观 在2003年的时候 大秦铁路才首次开行 万吨重载列车 但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进步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煤运量就突破了3.4亿吨 又在2010年12月26日 提前完成了 年运量4亿吨的目标 要知道 这4亿吨煤 不仅可以产生2亿吨钢铁 或2.6亿吨化肥 更能够满足全国4亿城镇居民 一年的生活用电 运送如此大的吨量的煤炭 55001次试验列车 可谓是功不可没了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 右下角的关注哦 by bwd6